1969年1月20日,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。 在前一年的大选中,尼克松曾允诺要结束越南战争。 所以大选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越战,要求政府从越南脱身。 不过美国毕竟是西方世界的老大,如果简单地从越南一走了之,那将意味着美国承认失败。 为了体面地结束战争,尼克松在接受采访时称, 美国对盟国的防务只有在美国的帮助真正起作用时,才会给予继续援助。 这话说白了,就是美国接下来只给南越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援助,至于能不能打赢北越,全靠南越自己的本事了。 1969年6月8日,尼克松和南越总统阮文哨在中途岛举行会谈。 会谈结束后,尼克松强行拽着阮文哨召开新闻发布会,宣布从8月至年底, 美军计划从越南撤出6.5万人。 与此同时,尼克松政府又以空前的规模向南越政权提供援助,加速南越武装力量的现代化, 以弥补因美军的撤退而造成的力量削弱。 然而,当初美军直接参战,就是因为只提供武器和援助,南越无力与北越抗衡。 现在尼克松又来这一出,试图将战争越南化,实际与放弃南越没有两样。 当然,尼克松心里也很清楚,南越当局就是扶不起的阿斗。 为了保证这个阿斗不再自己任内垮台,尼克松政府在撤出美军地面部队的同时, 又重启了南打北炸策略,也就是清脚南越游击武装的同时轰炸北越。 这一轮轰炸,美军遵照白宫指示将矛头对准胡志明小道的出口。 越南国土狭长,北纬17度线正好卡在其国土最狭窄的封腰处, 北越军队南下很难通过临时军事分界线, 所以胡志明小道在穿过穆家山口后拐进了老挝, 又经过老挝进入柬埔寨,最后从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潜出到南越。 美军将矛头对准胡志明小道出口,也就意味着要对老挝和柬埔寨进行轰炸。 除了轰炸,中情局还在柬埔寨策动政变,驱逐西哈努克,扶持朗诺政权。 随后尼克松以保护盟友为名,派出地面部队侵入柬埔寨, 这就是典型的政客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 当初威斯特摩兰主张扩大战争范围,将战火烧到老挝柬埔寨, 彻底切断北越武装的南下通道,被共和党怒斥为战争贩子。 结果尼克松一上来,便干了威斯特摩兰想做却做不到的事, 让越战再一次升级。 尼克松出尔反尔,民主党和美国民众自然不答应。 1970年4月,一度缓和的美国反战运动再次高涨, 全国400多所大学院校罢课游行, 10万群众涌入华盛顿,反战浪潮声势浩大, 对国会也产生了强烈影响。 1970年年底,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, 禁止包括军事顾问在内的美军地面部队越境打击。 迫于压力,尼克松政府只得从柬埔寨撤军, 封锁胡志明小道出口的计划也只能不了了之。 不过,美国国会并没有禁止美国空军越境打击。 于是在1971年2月8日, 尼克松命令南越出动2万地面部队侵入老挝, 夺取北越军控制的塞邦镇, 试图切断胡志明小道。 行动中,美军负责提供空中支援。 尼克松打算借此证明越南化政策是切实可行的, 南越当局并非扶不起的阿斗。 但结果不出所料, 南越军遭到迎头痛击,惨败而归。 战后,尼克松选择隐瞒消息, 他在电视上说, 南越军人很勇猛, 行动取得成功, 越南化政策是奏效的, 美军可以加速撤离越南。 但尼克松的谎言, 只能欺骗自己人, 骗不了对手。 为了让美军赶紧滚蛋, 北越决定发动一场攻势。 1972年3月, 得到巨大援助的北越恢复到满血状态。 随即, 北越方面集结20万部队, 数百辆苏制坦克, 兵分三路对南越发动复活节攻势。 复活节攻势, 从1972年3月30日打到10月22日, 美军出动空中力量前, 南越不堪一击, 北越进展十分顺利, 在中央高地几乎把南越切成两道, 但北越的这次攻势缺乏空中掩护。 当美军出动空军狂轰滥炸后, 北越坦克部队几乎被全歼, 攻势也被瓦解。 事后, 为了证明越南化政策是成功的, 尼克松再次撒谎, 称南越打退了北越, 然而美国媒体全程转播了战事, 美国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, 大家明白, 越南化政策已经失败, 只要美军撤出越南, 南越当局至多两年就会垮台, 不过这时候已经没人在乎事实真相了, 用尼克松的话说, 那就让他们垮台吧, 我们不能让四岁的孩子继续吃奶。 尼克松对南越的态度, 让美国和北越有了共同语言, 于是美国和南北越代表在法国巴黎重启谈判, 但谈判期间尼克松在连任选举中取胜, 由于谈判不再受大选影响, 美国的立场又变得强硬起来,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。 1972年12月17日, 尼克松决定施加新的军事压力, 由于美国此时已经从越南撤出了50万军队, 地面部队仅剩2.6万人, 在这样的情况下, 发动地面攻势已经不可能了, 空中打击成为唯一的选择。 为了给北越造成强烈震撼,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·穆勒, 将筹划已久的后卫2号行动计划付诸实施。 按照这一计划, 美国空军出动193架B-52轰炸机, 对越南的河内和海防两座城市实施猛烈轰炸。 在此之前, 北越接收了大量苏联等国的武器援助, 除了萨姆二地对空导弹外, 北越还有数不清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, 另外, 北越还掌握了美军企图轰炸越南河内的情报, 所以事先就进行了周密部署。 如此一来, 苏制导弹对上美国飞机, 一场针尖对卖盲的较量拉开了序幕。 1972年12月18日傍晚, 87架B-52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, 42架B-52从泰国的乌塔堡空军基地起飞, 分别向着河内和海防飞去。 当B-52袭来时, 北越方面竭尽还击。 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, 北越总是趁着B-52投弹结束后集体转弯, 电子干扰装置性能降到最低的时刻, 发射导弹并非一通乱射。 然而即便如此, 萨姆2的攻击效果也很糟糕, 当晚发射的200枚萨姆2导弹只击中了三架B-52, 其中的一架还挣扎着飞回了泰国境内。 除了发射地对空导弹, 北越还出动了米格-21战斗机升空拦截, 但是效果也不好, 并没有能够击落敌机, 反倒有一架米格-21被击落, 创下了B-52击落战斗机的记录, 吃了大亏,苏联专家连夜总结经验, 他们认为美军的B-52轰炸机倚仗着电子设备先进, 所以飞行的路线相对固定, 因此苏联专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大防御范围, 在B-52航行的途中进行拦截, 这一手果然奏效, 12月20日的轰炸有6架B-52被击落, 其中4架落在了北越境内, 2架摇摇晃晃落在了泰国, 一晚上损失6架B-52, 美军也连夜总结经验, 经过研究, 美国人认为, 北越摸清了几方的编队飞行规律, 同时被击落的B-52都没有安装最新型的电子干扰装置,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 没有安装最新型电子干扰装置的B-52都被停飞, 同时原有的编队飞行方式被放弃, 美军改为多方向, 多批次向着目标发起攻击, 让北越摸不清主攻方向, 调整之后, 美军的损失大大降低, 而北越的防空力量则遭到重创, 在为期11天的后卫2号行动中, 美军共计向北越投下了1.5万吨炸弹, 北越共计发射了1240枚SAM-2地空导弹, 但只击落了15架B-52轰炸机, 值得一提的是, 正是后卫2号行动让苏联人意识到, 美国的集成电路压倒了自己的电子管, 因而苏联在搞了20多年电子管小型化后, 也开始转向集成电路的研究, 可由于击重难返, 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已经落后于时代, 直到解体, 苏联芯片也没有追赶上美国, 而芯片的落后也导致苏制武器在面对美制武器时, 越来越力不从心, 1973年1月, 无力再战的北越与美国达成停战协议, 1月27日午夜协议生效, 至此, 美国在介入越战17年龄两个月后, 终于抽身而退, 在这十余年间, 美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2500亿美元, 阵亡5.8万人, 30万人负伤, 另有2万多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, 需要终身医疗, 越南的损失更大, 美国在这个面积仅32.9万平方公里的亚洲小国, 投下了远远超过了他在二战期间投下的炸弹总数, 造成几百万越南人死伤, 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沦为难民, 美国人走后, 南越和北越的军事冲突仍在继续, 阮文绍政权拒绝履行停战协议, 北越也没打算履行协议, 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是这样的, 南越拥有71万政府军, 40万民兵, 1559门火炮, 2044辆坦克和装甲车, 1566架飞机和直升机, 北越拥有27万正规军, 数十万南方游击武装, 1076门火炮, 320辆坦克一个A37战机中队, 不得不说老美是真的扩起, 但是南越军队有个致命缺陷, 那就是沿袭了法国殖民时代的放羊传统, 从上到下, 从中央到地方各自为政, 派系众多, 这些军阀土豪深谙市场法则, 认为他们的身价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部队, 如果部队削弱了, 他们就不值钱了, 由此也导致南越中央政府, 能够控制的机动部队, 实质上只有几万人, 而也正是因为军中的军阀化现象, 南越军队往往不愿意夺取战争主动权, 总是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姿态, 可是越南狭长的国土, 加上南越军队有军有难, 不动如山的作风, 又决定了南越无法维持长期的防御, 因为一旦有某个关键点被突破, 南越的几个战区就会被分割, 继而被逐个击破, 1974年8月,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, 副总统福特继任美国总统, 美国副总统平时不管事, 福特突然从备胎转正, 没有心理准备, 有点措手不及, 陷入迷茫之中, 10月, 北越判断福特这会儿还在迷茫, 美国不会插手, 于是便策划从1975年开始, 对南越发动局部军事行动, 等到1976年再发动总攻彻底解决南越, 不过南方局和南方军委不认同北越中央的决策, 他们认为1975年就能解决南越, 不用等那么久, 为此南方局和南方军委顶着压力, 于1974年12月发动福龙战役, 正是这样一场降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战役, 大大加速了越南的统一进程, 12月14日, 北越第四军一万三千人包围福龙省, 之前的春节攻势和复活节攻势, 南越在美军的支持下击退了北越, 现在美军不插手, 阮文哨慌了神, 竟然下令不许救援, 因为他担心北越可能会在福龙围点打员, 摊上这么个领导, 福龙守军的下场只能是全军覆没, 福龙陷落后, 南越地方势力与中央更加是离心离德, 地方土豪普遍认为, 一旦自己挨揍, 中央绝不会支援, 这为后来南越百万大军在精神上的崩溃埋下了伏笔, 而北越通过这次测试摸透了对方的底细, 一下子丢了一个省, 老美居然不出兵, 这意味着福特政府不会为南越挺身而出了, 同时失去了美军的配合, 南越军队既没有招架之功, 也没有反击之力, 美军撤退之前, 南越军队负责守城, 美军充当了机动力量, 现在美军不参战, 虽然南越的总兵力仍然多于北越, 但他没有机动力量, 只能是被动挨打, 南越的虚弱和美国的沉默, 助长了北越的信心和士气, 随即北越中央知错就改, 决定在1975年5月之前解决南方, 为什么是5月之前呢? 因为越南的5至11月是宇季, 12至4月是旱季, 宇季不利于展开军事行动, 如果不能在宇季来临之前解决问题, 就只能拖到第二年了, 2月17日, 北越集中5个师, 6.5万大军, 57辆坦克, 88门重炮, 343门防空炮, 计划对包美署发动攻势, 第二天南越举行最高军事会议, 与会的南越诸将判断北越即将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, 并且也猜对了是在西原战场, 但他们猜错了具体地点, 认为北越军的目标是拨来鼓, 而非包美署, 结果南越在包美署只驻扎了一个师, 这样一来, 尽管南越在整个西原战场有7.8万人, 488辆坦克, 374门大炮, 134架轰炸机, 250架直升机, 实力远强于北越, 但在包美署, 北越拥有5倍兵力优势, 3月10日, 包美署战役打响, 仅仅一天时间, 北越军就拿下了包美署, 这时南越才反应过来, 但因为没有机动力量, 无法反击, 阮文哨只得求助于美国, 但关键时刻, 美国国会否决了福特的援助计划, 议员们认为, 在南越局势已经无法挽回的情况下, 援助无异于是打水漂, 福特的请求, 不过是为了把南越最终丢失的责任, 推给国会罢了, 南越的飞机大炮坦克, 都是美国援助的, 美式装备的优势不用多说, 但消耗也大, 对后勤依赖度极高, 美国拒绝援助别的不说, 单单一个石油紧缺, 就能让南越的飞机坦克歇菜, 球员不成, 阮文哨只得下令放弃西元, 将军队全部撤往西贡, 以加强首都的防御, 这道命令本来没有什么问题, 可南越政府军撤退时, 数十万地方军, 民团及政府官员跟着一起撤退, 导致行军缓慢, 被北越军切断了退路, 经过十多天战斗, 北越军攻占西元地区八个省, 歼敌十二万南越统治区被腰斩, 而北越军的损失微乎其微, 仅有六百人阵亡, 两千多人负伤, 西元战役接近尾声时, 北越又发动了顺化陷港战役, 南越军一如既往, 打又打不过, 跑又跑不了, 最终十万人被歼灭, 北越攻占了五个省, 和顺化陷港两市, 进入四月, 南越继续兵败如山倒, 完全丢掉了北部和中部, 只剩下以西贡为中心的南部, 随着地盘越来越小, 阮文哨无可奈何, 只能力图死守西贡, 撑到雨季获得喘息的机会, 不过北越没有给他这个机会, 四月八日, 北越十九个师, 约十二万人向西贡快速推进, 并对西贡形成了包围之势, 此时, 南越在西贡周边仍有四十万大军, 可在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, 南越军队已经丧失了抵抗意志, 眼见及此, 袁文哨赶紧辞职走人, 将烂摊子交给副总统陈文湘, 陈文湘也是个人将, 扭头就把总统之位让给了杨维明, 四月二十一日, 美国认定败局已定, 开始从越南撤侨, 此时, 美国在越南的侨民和工作人员, 只有一千多人, 接走这些美国人, 几艘军舰就够了, 不过福特认为, 如果能接走为美国服务的, 上万名南越军官和官员, 有助于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, 于是, 美国出动三十五艘军舰, 四艘航母, 以及几百架飞机, 开始了大规模撤离行动, 随后, 西德, 韩国, 菲律宾等国, 也纷纷派飞机军舰, 接回本国侨民, 受到美国撤离行动的影响, 南越军队的战线彻底崩坏, 一时间, 整个西贡就如同地狱一样, 似乎人人都想要逃离这里, 四月二十六日, 北越集中二十七万主力部队, 向西贡发起总攻, 为了纪念胡志明, 北越将这次战役命名为胡志明战役, 战后西贡市也被改名为胡志明市, 四月二十九日, 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准备撤离, 这一消息迅速在西贡传开, 人们认为这是他们逃离西贡的最后时刻, 纷纷涌向美国大使馆, 想要冲进使馆, 搭乘美国的直升机离开, 中情局的情报人员很难分辨哪些人是可以被带走的, 便命令负责使馆安全的海军陆战队, 开枪射击, 驱散人群, 但不料, 这一情况加剧了现场的混乱, 人群中不时有人倒下, 然后被踩踏而死, 同一天, 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办公室的楼顶上也挤满了人, 由于人太多, 梯子被踩断, 一些人从半空中重重摔下, 又留下一个明场面, 西贡站长波尔嘉看到这一幕, 给华盛顿发取电报, 那些在历史中从未汲取教训的人将会重复着失败, 我们希望不再会有另一个越南的经历, 希望到时已经汲取教训。 4月30日上午11时, 北越军队攻占南越总统府, 杨文明及内阁成员全部被俘, 杨文明随后发表广播讲话, 下令残存的25万南越武装放下武器投降, 各地传习而定南越共和国灭亡。